由于中租不断的扩展据点 今年全球的步点会上看70个 中租指出了目前东协国家已经设有25个服务处 其中又以泰国越南最具有市场潜力 估计未来的业务量还会持续增加 越南将会以两成 泰国是以一成的成长速度持续成长